立法會大會實質性通過了社工專業資格制度法案 議員關注法案未能解決社工行業 一專兩制以及社專會組成等問題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表示 現行法律之下很難做到一專一制 希望日後通過公職局制定社工職情 對公職社工有更好的規範 立法會在19日實質性通過社工專業資格制度法案 法案審議期間有大部分議員關注一專兩制 即是民間機構的社工和公職社工採用不同制度 前者需要註冊而公職社工就不需要等問題 希望政府尽早啟動研究和適時公佈工作進度 而這個議題其實就不是在議常會討論這個法案最後階段才提出的 我想很早在和社工局探討整個專業制度的時候 其實有關的人員都提出過這個關注 亦都在議常會的這麼長的一個過程裏面 其實很多的這些議題 對此社會文化消息長譚俊榮表示 雖上公職局會加快特別職情的進展 社工局都會提供相關協助 但現時的法律下暫時無法做到一專一制 我們其實也都很想這個進度也都快點 進度當然大家明白了 制定這個特別職情不是我們社民司制定 也都不是我們社工局制定 而是有關部門是行政企業工職局那方面去制定 我們的同事都在上次委員會都是解釋得很清楚的 我們公職局那方面都是表示可以考慮去推行這個特別的職情制定 另外對於有議員關注 社工的定義沒有在法案中定名 譚俊榮回應表示 由於世界各地不同學派 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概念都不一致 但政府將在日後定定的社工倫理工作守則當中 定定社工定義 並在特區公佈公佈 書像會更為準確 奧奧維視記者 林希環 陳健 梁家傑 澳門報導